使帝少教已不由分雪地將我拖了出去。 由於這時,我的腦中已混亂到了極點, 竟給他身不由主地拉出了醫院,上了他的車子。 到了車中,使帝少教駕車向前直駛, 在車中,他對我道一切證據都證明方天是謀殺納以信的兇手。 為君,你有什麼方法可以令他脫罪? 我仍然苦笑著。 使帝少教道,他們發現了方天的辦公室中, 有電流可以直通太空倉,而在辦公室中, 又有著可以直接觀察太空倉中所發生一切的電視設備。 更找到了電流通傳之後,能產生大量洋電子的裝置。 而在接通電流的案件上,有著方天的清晰的子民。 子民專家宣稱,哪個子民,留下的時間,和納以信在太空倉中遭受意外的時間,恰好相同。 我嘆了一口氣,使帝少教,既然方天是有死無生的了, 你為什麽還要為他辯護? 使帝少教廣廣的目光,即是著我,道,那是因爲你的緣故。 我愕然,因爲我。使帝少教道,是的,因爲你。 我是方天的律師,所以是在方天被遭受特別監壓之後,唯一能和他見面的外人。 他見到我後,只說一句話,只有為師理能救我。 他的神經,顯然已陷入極其激動的情形之中,除了這一句話外,他並沒有再說第二句。 我嘆了一口氣,道,於是你相信了他的話。 使帝少教道,是的,我相信了他,我更相信你有辦法可以證明他無罪。 我勿然不出聲。方天是無罪的。有罪的,令納爾信先生死亡的,只是獲學醫獨奸。 但是,要在地球人面前,證明方天沒有罪,這要廢多少唇舌。 而且,方天是不是願意暴露他的真正身份呢? 我想了片刻,我能在事先和方天見面嗎? 使帝少教遙了遙頭,不能,方天被嚴密監視,不能見任何人,除了我以外。 特別軍事法庭已組成,齊非已將軍事主審官,開庭的日子,是在明日上午。 衛軍,如果你有辦法的話,要快便拿出來了。 我轉過頭去,望著使帝少教,我要請你去問一問方天,他是否允許我講出有關他的一切。 如果他不允許的話,那我也想不出閘摩其他的法子,可以證明他是無罪。 使帝少教顯然是十分精明的人,他已聽出我的話中,包含著某種特殊的意義,他尋聲道,可以,我盡快給你答覆。 車子在賓館門口停了下來,我回到了自己的房中,以冷水淋著頭。 不一回,使帝少教的電話就來了,他在電話中說,方天的回答是,如果沒有別的辦法的話,那是可以的。 我略為從了一口氣,方天顯然是教出,到了如今這樣的地步,如果他再保持著秘密的話,那麽他一定會被送上電椅了。 與其被送上電椅,當然還不如暴露他拼不是地球人好得多了。 他這樣決定是聰明的,也給我省下了不少麻煩。 那一晚上,我勢在迷迷糊糊,半醒不睡,精神彷彿的情形之下度過的。 第二天,我剛起床,使帝少教已經來接我了。 我迅速地穿好衣服,便和他一起來到了基地的辦公大樓之前。 這所辦公大樓,可以說是世界上首位最嚴密的建築物了,因為在其中,儲存著一國的太空發展以及秘密武器的全部資料。 而今天,建築物之外的首位,更是嚴密,我和史帝少教兩人,幾乎是在首位排成的人群之中,穿過去的。 到了臨時特別軍事法庭之外,氣氛更是嚴肅到了極點。 而且也十分亂,但卻剩下一點聲音也沒有。 我和史帝少教進了那本來是會議室的房間,那房間已被佈置成一個法庭,幾排椅子上,坐著不少人,有一大半是穿著制服的他們的軍界, 全是少將以上的將官,患有一部分變贓人員,一看他們的情形,便可知他們是高級官員。 齊非以將軍還沒有道,正宗的位置空著。 主控官席位上,是哪個高級安全官,被告席位則還空著,方天還沒有來。 史帝少教請我坐在他的身邊,不一回,我的身邊多了一個人,那是小納爾順。 他一坐下來,便對我以極低的聲音道,唯,如果你相信方天不是兇手,我也相信。 我聽到了這樣的話,不由得緊緊握住了這個年輕人的手。 他的這兩句話,在局外人聽來,可能十分平淡,但是我卻可以聽出,在他的這兩句話中,包含著極度的信任在內,方天被控謀殺他父親的兇手。 證據如此確鑿,小納爾順自然是知道的了。 而小納爾順在知道了所有的情況之後,仍然對我寄以這樣的信任, 這可以說明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。 我握住了他的手,一句話不說,但小納爾順已明白了我的意思,面上帶著十分激動的神情望著我。 就在這時候,人們都站了起來,齊非以將軍助了下來,而不一會,方天也在獻兵的大壓之下,走了盡來,他的臉色,清得可怕,直到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接觸,他口角也略牽動了一下,露出了一個苦笑來。 我向他作了一個首飾,視以他鎮定一聲,不要太過分緊張。 但方天的臉色,卻仍是十分沮喪。 我看著他,我的腦中,忽然像是響起了他的聲音。 當然,我的耳濟絕未曾聽到任何聲音,但我卻感到方天在說話,而且是在對我說,那當然是他特別強烈的腦電波在影響我的腦電波的原故。 我聽得他在說,為師理,我完了,就算我能逃一死,我還能夠回土星去摩。 我望著他,不敢苦笑。 為了方天能回土星上去,我和納爾遜兩人,力盡了多少艱險,費盡了多少心血。 到頭來,納爾遜先生還離開了人世,而方天卻還被控為謀殺納爾遜的兇手。 的確,他的身份一被暴露,他在地球上恐懼了近兩百年的事實,就可能發生了。 那便是,他將被地球上的人,是作研究的對象,是作其貨可居,他在也沒有機會回到土星去了。 我的腦中不斷地響著方天的聲音,我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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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的腦中不斷地響著,是沒有法子和方天通話的。 我只是心中迅速地鑽念著,等到主控官宣讀主控文,讀到方天在預定發射到土星去的火箭之中。 秘密設置了一個太空倉的時候,我輕輕一碰身旁的小納,和他兩人,悄悄地退了出來。 在走廊上,我們遇到了數十指監視我們的眼睛,小納爾十分懷疑的眼光望著我。 我低聲道,你可要聽我講述令尊的詳細死因魔。 小納爾十分懷疑,道,你為什麽不在庭上說?方天在等著你為他作靜。 我遙了遙頭,道,我不能暴露方天的身份,因爲這將對他有極大的不利,我要你幫我忙,將方天救出來,將他送上那煤火箭。 他只要有十分鐘的時間,便可以回到他的故鄉了。 他登著眼看著我,他顯然不明白我究竟是在說什麼。 我尋著聲音,低聲道,方天是一個土星人。 他猛地震了一陣,但如果他是空手的話,我絕不會助他。 我搖頭道,他不是空手,他非但不是空手,而且,他還替令尊報了手,為我們地球人,除去了一個極大的禍胎。 我以盡可能的最簡單的描述,將土星為星上的那種可怕的無形飛魔,或學醫毒間的一切,向小納講了一片。 他在聽了之後,大約足足有五分鐘之久,一點聲音也不發出來。 我是可以明白他的心情的,他這時一定正處於極度迷惑,仿若夢幻的景地之中,因為他在過去十幾分鐘之內,所聽到的一切,全是他一生之中,從來也沒有聽到過,從來也未會想到過的。 這等於叫以足走路成了習慣的人,忽然改用手走路一樣。 我自己也曾有過這樣的經歷,所以我拼不去打擾他,我只是希望他能夠在較短的時間之內,明白我所說的一切。 若夢過了七八分鐘,他才長長地輸了一口氣,抬頭向窗外看去。 從窗外看去,可以看到基地之中所聳立著的許多火箭。 那梅土星火箭最高,最搶眼。 從辦公室大樓到那梅土星火箭,若夢有一公里的路程,但是,要使方天通過。 我想到這里,心中也不甘苦笑。 就在這時,小立已經開口,道,唯,你有什麼法子,可以使方天順利到達那梅火箭,使他能夠起飛。 我聽得他這樣說法,知道他已經完全相信我的話了,我道,你呢,你有主義嗎? 他遙了遙頭,道,我沒有,而且,封天的案子是用不著多審的,立即可以定案。 他也會在極其嚴密的戒備之下,送出基地,到達最近的有死刑設備之處,去執行死刑。 我急速地來回度著寶,在我們附近,有著筆小便衣和武裝的守衛,他們的眼睛未曾離開過我們兩人,但因為我們都以十分低的聲音在交談,所以可以肯定這些人都未曾聽到我們談話的內容。 我心中急速地轉著念,如何才能使方天到達那梅火箭呢? 如果不能的話,方天一定會死在守衛人員的亂槍之下,甚至我和小納,也可能遇害。 要使方天不死,哪還容易,只要我將剛才向小納說的話,在庭上說出,方天不死的可能性就十分大,但要使方天能回到土星,哪就非冒險不可了。 我來回地度著步,小納則以手托著下,一聲不出地站著。 過了片刻,小納來到了我的身邊,度,要使方博士上那火箭,倒還容易。 我聽到這理,連望問道,你有什麽法子? 小納少兒不答,問題是在於,方博士進了火箭之後,他是不是能立即起飛? 我道,方天曾對我說過,一切都準備就水了,只是差在沒有哪句道行而。 我相信這便是表示,如果他進入火箭的話,那麽火箭立即便可以起飛的。 小納道,這個問題解決了,剩下來的第二個問題,那便是,將方天送進了火箭之後,我們怎麽辦? 我望著他苦笑,道,如果我想到了解決這個的辦法的話,我早已衝進臨時法庭去了。 小納低頭不如,過了片刻,道,最好的辦法,當然是我們跟著他,一起飛向太空。 我大搖旗頭,道,我不願去。 你知道嗎?我們如果到土星上去的話,可能只活上兩三年,便要死了。 這是兩個星球之間時間觀念不同之故。 小納道,當然我只不過是如此說說而矣,事實上那太空倉,可能也根本容不下三個人。 我肝嗨了幾星,道,如今最好的辦法,是我們不要硬來,最好,我們完全不露面,而在暗中幫助方天,使他能到達那枚火箭。 小納養起頭來,道,根據慣例,當主控官讀完紅素書之後,是有休息的。 我苦笑道,哪又有什麼用處?我們根本沒有法子和方天聯絡,而且方天是一個十分膽小的人,他可能根本沒有勇氣逃跑。 我講完之後,攤了攤手,表示我對這件事,可以說一點辦法也沒有了。 小納將聲音放得更低,道,為,我倒不認為是絕望了。 小納將聲音放得更低,道,為,我希望在他江財乘說,要將方天龍上那枚火箭。 拼不是什麽困難的事,可見得他心中一定有著極大的把握。 他的年紀雖然比我輕,但是苦苦無犬子,我是沒有理由輕視他的華的。 我連忙轉過頭,向他望去。 小納低聲道,當我接到我父親死信之際,也正是我多年來的一項研究的成功之日。 我呆呆地望著他,不知道他這樣說法是什麽意思。 小納道,我本來是學農業科學的。 我發現,最好的防治蝗蟲的方法。 莫過於離天大霧,大霧使蝗蟲便別方向的能力消失。 只能向高飛而高空的空氣流動,卻又是對蝗蟲大大不利的。 於是,蝗蟲便受傷跌落地上,不能為害了。 我內著性只聽他講完,才道,那又怎樣呢? 小納四面一望,道,我在實驗濕和遼闊的海面之上,工作了三年,發明了一垂足梅劑。 我將之稱為霧軟,只要一通電,便能夠使空氣中的水晶氣,仍為霧珠,即使在室內,效果也比任何煙幕彈來得好。 我隨身帶著這種粥梅劑。 我感到事情漸漸有了希望,小納道,通電的手續十分簡單,只要將霧軟接觸普通電流就行了。 這一點由我主辦,我們可以在辦公大樓門前,準備一兩快速的汽車,由你去和方天聯絡。 和方天聯絡,這是一個極大的難題。 當然,方天是可以和他的律師師弟少教交談的,但如果我要通過師弟少教,去向方天說明這一點的話,勢必將所有的一切經過,全都和師弟少教說明白了,這又是我們所不願做的事。 正當我在想不出什麼辦法的時候,忽然我腦中,將是感到方天在叫我。 當然,我以際仍是聽不到任何聲音的。 我心中不敢斷地一動,方天的腦電波十分強烈,遠在地球人之上,所以,我才能感到他在想什麼。 而他也能以他的思想去影響別人,令別人自殺。 也就是說,他不必開口,就可以將他的思想傳到我的腦中。 那麼,我不必開口,他是不是有辦法知道我的思想呢? 我低聲道,好! 你準備一切,我進停去,設法和方天聯絡。 小納點了點頭,我進了臨時發停,方天腦中對我的呼喚,我更加清晰地感覺得到了。 看著他,不斷地在腦中回來回覆去地念道,放心,真定,我已經有妥善的辦法了。 在我接連密念了十來片之後,我覺出方天的反應來了,我感到他在急切地問,什麼辦法? 什麼辦法? 我心中不敢大喜,因為這表示方天的確能將我的腦電波,還原為語言。 我將每一句話重複幾片,在心中默念,等一回,會有突如其來的大霧你在霧起之際,便立即向庭外闖去,我會設法替你開路,在大門外, 有車子等著,你直使火箭,滾回老家去吧。 那最後的一句話,我倒拼不是在這樣的情形下,患有心水來幽默一番,我是真正地要方天滾回土星去,因為他在地球上,吸人的麻煩實在是太大了。 在我心中默念的時候,方天一動也不動。 等我默念完畢,又默念,如果你已知道了我的思想,那麽便請你點三下頭。方天的頭,果然點了三下。 這時候,主控官慷慨激昂的聲音,已經到達了最高潮。 他正在聚述,納爾遜死後,如何在方天的辦公室中,發現通電之後在太空倉中便會產生大量揚電子的事實, 其非以將軍則全神貫注地聽著。我心中在暗暗著急,因為小納所說的濃霧還未曾來到。我當然不至於以為他在胡說,但視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,卻不能不令人照急。方天也在頻頻四面張望, 當然他的心中,一定比我更急。 又過了十分鐘左右,主控官的控詞,已將到尾聲了,我也朝急到了坐立不安的程度。 就在這時候,我聽到門外有人在低聲地叫道,霧。 好大的霧。 同時,我看到,在門逢中,窗逢中,絲絲縷縷縷,弄白色的大霧,正在迅速地蔓延進來,還不到兩分鐘。 在法庭中,法庭中所有的人的足部,都已被淹沒在濃霧之中了。 我和方天互望了一眼,方天緊張得面式發育,雙手緊緊地握著拳頭。 那突然而來,弄得如此出奇的農務,使得主控官也停止了宣讀控訴書,法庭之中,人人都低頭向下看著。 農務像是泛濫洪水一樣,迅速向上將來,再不到半分鐘的時間內,每一個人都只剩下了一半,下半身已沒入農務之中了。 根據農務像將的速度來看,再有半分鐘,方天就可以採取行動了。 我站了起來,在每一個人都現著驚惶的神式中,我來到了門口。 這時,眼前所見的,已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看不到的奇景了。 在房間中,人人都站著,但是每一個人都只能見到對方的頭部,等於是許多沒有驅乾的頭顱再浮動一樣。 我身只矮了一矮,使我全身都沒入農務之中。 我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樣農的務,當身只存都沒入務中之後,我只能看到白色的一片,除了白色之外,雜摩也看不見。 我記住了門口的方向,輕輕地來到了門口,推開了門。 此際,即使我直起了身子,也已全身在農務之中了,我等在門口,突然之間,我覺出有人在我身旁掠過。 也就在這時,我又忽然聽到了了齊非以將軍極其嚴肅的命令,叫道,加強守衛。 我身子一橫,阻住了門口,雙手向前,猛地推出。 在農務之中,我也不可能看到眼前的情形,但視憑我的判斷,我認為剛才略出的是方天,而如今我則是推開兩個手為的。 果然,我的手推出,便有兩個人大聲渴導,雜摩人阻住去路。 我當然不出聲,只是一躬身,向後退了出去。 走廊和大堂之中,也尼萬雀濃霧,除了能聽到吵雜的人聲之外,雜摩都看不到。 我對這個辦公大樓的地形拼不屬,一到了走廊之中,便有進退為難之勢。 我循著聲音衝了過去,葬到了七八個人之多,終於到了門口。 此時,農務不但尼萬了整座辦公大樓,而且,以辦公大樓為中心,正在四面散開來,當我闖到大門口時,我仍是什麽也看不見,只聽到一陣車子發動聲。 我只盼剛才那一陣引擎聲,正是方天上了車子之後,所發出來的。 如果是那樣的話,那麼方天是毫無疑問地可以到達那煤火箭之上了。 我繼續向外奔去,奔出兩三象了,眼前突然清朗。 我轉過身,向身後看去,整座大樓,全為農務所理,而從農務之中,不斷有人闖了出來。 所有的人,似乎都被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農務嚇得外了,根本沒有人注意方天這時候在什麽地方。 每一個人,在闖出了農務之後,都回頭向自己闖出來的地方看去,連我也不能例外。 這時,整座辦公大樓,都已經為農務遮沒了,而與白色的農務,還在迅速地向外擴展,人們面上失色,相互依,的神色望著,不住地詢問, 什麼事?究竟發生了什麼事? 是我明白這場農務是由何而來的,所以我自然給所有的人冷靜得多。 這時候,我才知道人類的智能,實在還是十分低下的,對於突如其來的事情,人類沒有立即應付的能力,而只是驚惶,驚惶。 要知道這時,從辦公大樓的農務中廠出來的,全是第一樓的科學家,軍人和高級安全人員,他們尚且如此。 若是這一場農務,生在有許多普通人的地方,那後果真是不堪切想了,世上為什麽會有那麽多暴亂和盲目的行動? 也就不難理解,那全是人類自以為是默默之靈,但實際上幫還是十分衝動和愚笨的動物。 我正在呆呆地看著所有人驚惶的神情間,突然有人在我的肩頭上拍了一拍,我轉過身來,站在我身後的,正是小立。 他向我斬了斬眼,如何?我低聲道,他已經走了。 少立喘呆了匝煙,盲,砸,我的身發明如可?我走了就相眉,盲,好事好料,可侍膜夢越來越向外拒展,何事才能消除? 他呆了一呆,道,这一点我道没有想道,请道者里,他突然停住,面上也变了神释,我连忙问道,怎样了? 怎么不对?他一致一顿地道,我闯祸了,我吓了一条,道,闯祸,他拉着我,迅速地奔开去,到了离开办公室大楼以相当远的地方,才停了下来,道,我所发明的墓院,能造成大墓的原因, 便是通电之后,利用电力,将竹电煤劑散发开来,使空气中的水晶气,仍结成为微小的水珠,从而成为大墓,我道,是呀,你已经成功了,这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发明。 小纳妇笑了一下,不,失败了,因为照目前的情形来看,大墓形成之后,在空气之中,生出了连锁的反应,大墓景继续蔓延。 我吃了一惊,难道永远无止境魔。 小纳妇,那我也不知道,但可以肯定的是,如果没有强大而干燥的烈风吹杂的话,这一场大墓,可能长久万言和持续下去。 就在这几句话之间,在办公大楼的几堂建筑物,也都已经没入了无中。 整个基地之上,乱成一团,指挥塔上的红灯,不断地闪耀着,示意一切工作都停顿了下来,因为发生了突然的,变化不明的紧急变故。 我看到齐飞已将军在忙乱地指挥着,几乎所有的车辆都出动了,防卫性的雷达网,加速转动,因为基地的最高当局,不知到这场大墓是不是敌人方面的秘密武器所造成的。 整个基地中的工作人员,人人都忙成一团,只有我和小纳两人,因为根本不是隶属这个基地的,所以才没有事情做。 小纳的面色仓罢,外了一会,突然道,唯,我要去见齐飞已将军说明罢,这一场浓舞,只不过是我的恶作剧而矣。 我一把拉住他,别去,我佩服你的责任感,但是却不必要。 他苦笑道,我怕齐飞已将军,会认为那是敌对国家的阴谋,而下令报复。 我摇头道,事情还不至于那样严重,你若是一向他说明,方天还能走得脱魔。 你也脱不了干系。 他叹了一口气,我绝想不到我研究的东西,竟会有这样致命的缺点。 我安慰他,你可以继续研究。 我一句话才请到一半,突然,一阵次以的乌乌声传入了耳中,那是发最紧急的讯号,我和小纳两人,都不敢一呆。 只听得在警号声不绝中,各处的广播戏中,都传出了黄级的声音,紧急命令。 在M17号火箭旁的人员,立即退避,现在发现该煤火箭的燃料,正在自动焚烧,火箭可能发生强烈的爆炸。 紧急命令,紧急命令。 在诈一听到警号的时候,我和小纳两人,都不敢吃了一经。 但是在听到了那一个紧急命令之后,我们都不敢放下心来。 M17火箭,就是那煤预定来向土星发射火箭的代号,如今的情形,当然是方天已经到达那煤火箭,而且已发动火箭的证明了。 我们,不约而同,向那煤火箭不去,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才知道,这煤火箭是绝不会爆炸的,它将一飞冲天,直达土星。 这时候,用世界末日四字来形容整个基地的情形,拼不为过。 我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,即使爆发,紧急混乱的情形,怕还不如现在之甚。 农墓形在扩展着,而且正如小纳所说,空气中的水晶气,产生了连锁反应,扩展的速度,成倍数地增进,已有一小半基地,陷入了农墓中。 同时,紧急信号型不断地响着,附近M17号火箭的人,迅速地崩过,而作M17火箭的基地,灼热的火花,已开始噴射,巨大的降架,开始倒下。 这本来是基地中常见的情形,但是以往,每一枚火箭发射,都是经过周密的安排的,但这一次,却是突如其来的。 我和小纳两人,向着和众人完全相反的方向奔着,来到了方天的办公室中。 我们将门窗都关上,并且开着了空气驱拾机,以防止在室内结集农墓。 我们发现有一句仪器上的红灯,正在不断地闪耀,而且还发出持续的嘟嘟声。 我记得方天曾向我说超过,这句仪器,便是可以收听到远自土星上所发出的语言的长情语宙通讯仪。 方天拼还说过,这句仪器通讯仪的储备电力,只够八日八夜用,在他到达土星之際,还合好有十分钟的时间,可以向我报告土星上的情形。 我走近这句仪器,按动了其中的一个就是,我立即听到方天的声音,道,为思理,我希望你能听到我的声音,我就快回头声了,我们永远地分别了。 他重复地说着那几句话,我没有法止回答他,因为那句通讯而是只有接收的部分的。 我和小纳,一起站在窗口,向外面看去,这时,像泛滥的洪水一样的农墓,已经蔓延到列M17火箭的机部。 在农墓中,从火箭机部噴出来的火光,更是壮观之极,突然之间,一声震以欲龙的巨响过处,M17火箭冲天而去。 作M17火箭冲天而去的速度,在任何火箭之上。 同时,那句通讯而上,传来了方天兴奋之极的声音,道,我声空了,我声空了,我可以回到家乡去了,为思理,你一定听到我的声音了,是不是? 事不是! 事不是! 我这时自然看不到方天,因为那梅长大的M17火箭,也已迅速地飞出了视线之外。 但是我相信方天的面色,一定因为兴奋而呈现着极度的蓝色,这个蓝血的土星人。 在基地中,农墓继续蔓延,但事在惊慌之后,已漸漸地安定下来。 我们打开了通向总指挥处的传话器,只听得齐非以将军正在发布命令,M17火箭自动飞向太空。 原因不明,基地上的农墓,已证明没有毒质,只是由天气的突然变异而产生。 所有人员不可外出,留守在原来的办公室或宿舍中,食物的供应,将由尊车负责,直到农墓消散为止,负责防务的人员,应加倍小心,以防敌人飞机来乘。 我和小纳,在沙发中坐了下来,其时,农墓从门逢中,窗逢中,一丝丝地转了进来,虽然驱拾机在工作着,但事房间中,也梦想了一层薄墓。 我向小纳一笑,我们就留在这里等罢,反正食物会由人送来的。 小纳摊了摊手,如果我父亲还在生,我闯了这样的大祸,他一定会狠狠地责骂我的。 我想了一想,不会的,为了要使方天回到土星,我想他也不会责怪你的。 小纳听了我的话之后,物不出声,他面上的神情如何,我也没有法子知道,因为农墓已经完全侵入,我已看不到他的人了。 我也沉默着不出声,只有那句通讯而终,不断传来方天兴奋的声音,我将声音调节到最低,以免被其他人注意。 方天在聚述着太空黑沉沉的情景,忽然之间,他高呼道,我经过地球卫星了。 那时他已经经过月亮了,方天的声音,也停了下来,显然在经过了月亮之后,太空中是出奇的静,出奇的黑,他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 送食物的人,按时送来食物,我和小纳两人,在方天的办公室中,也未曾向外走动过。 在总指挥处的命令中,我们知道,基地方面,不断地设法想拒散农墓,但是却办不到,农墓已经蔓延出数百里以外了。 如今,唯一的希望,便是寄托在一股即将感到的强大的,干燥的季后风上,希望这场季后风可以将农墓驱散。 那时,已经是四天过了。 在这四天中,方天的华平不多,他只是提到,他在太空之中,遇到了两艘显然是法治地球的太空船,但这两艘太空船,都已失去了控制,显示船中的太空人已经死去,成为太空中的游荡人了。 他没有说出这两艘太空船是哪一个国家发射的。 到了第五天,他说在太空中找到了他同伴的尸体。 他的同伴,就是同他一齐在地球壁缸时受伤,将那巨渡航移给了井上四郎之后便飞回太空等死,被人认为是自月亮上来的那个土星人。 第六、第七天,方天所说的话更少。 而贵后风正在向基地的方向吹来,有报告说,在贵后风的前风,和农墓接触的时候,农墓立即散去。 如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,贵后风便可以吹到了基地了。 那也就是说,在方天到达土星的时候,我们也可以在农墓之中解救了出来了。 我认为一切事情,到此已告终结,我已经在盘算,事情完了之后,我一定要安静的休息,而且绝不离家,这次的事情,就是因为离家到北海道去滑雪而闹出来的。 在我们这样想法的时候,小纳也从了一口气,道,耗了,事情终结了。 谁都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,可事出乎意料之外,却还拖上了一个尾巴。 虽然那事情的变化,和我,和小纳,和所有的地球人看来没有关系,但是和蓝血人方天有着极大的关系,所以我仍要技术出来。 在第八天,方天的声音,又不断地从宇宙通讯而终,传了出来。 他因为快到土星了,所以说的话,不免有点集乱无章,尤其是在他到达了土星之后,由于意料之外的事情,使他过度地惊恶,更有些语无伦次,我全部照实地记在下面,请读者注意。 以下隐号中的话,全是方天说的,隐号中的我,也是方天自己。 第八天的下午,正在正直中,方天的声音,突然叫了起来,道,我看到了那可爱的光环了,它是浅紫色的宇宙之间,再也没有一种颜色, 比环绕着我们星球的光环更美丽的了,我向它接近,我向它接近,我的太空船穿过了它。 是,它的电荷为什麽比我所熟知的超过了数十倍呢? 这,这,这! 这时,在和方天的语言同时,又有一阵震荡声传出,大约是它的太空船受了震荡的原故。 那一定是土星人有了新的发现那,我看到土星了,这是我的星球,为思理,我开始降落了,我回到家乡了。 时间和我计算的,相差了四分钟,也就是说,我只可以有六分钟的时间向你聚述土星上的情形,过了六分钟,通讯仪的储备电力便用完了。 而地球人士没有法子补充的,我们也就永远音信断绝了,除非再有土星人到地球上来。 方天的声音,显得愉快之极。 我的太空船下降了,啊,我熟悉的山川河流,啊,废伊埃色诗,那是土星上最高山峰的名称,勤根立海澳,那是土星上的大湖,是我们最美丽的山,最美丽的湖。 我离开我久违的土地越来越近了,我看到大的建筑物,我要降落在我自己国家首都的大广场中,我正成功地向那里飞去,奇怪得狠,我离开地面以十分接近了,为什麽没有飞行船迎接上来呢? 为什麽没有人和我作任何联络呢? 方天的声音,这时已变得十分迟疑。 我着陆了,十分理想,甚至一点震荡也没有,为思你,从现在起,我出了太空船,可以有六分钟的时间,向你报告土星上的情形。 我和小纳两人,都站在通讯仪之旁,用心地倾听着。 可是,方天突然尖叫起来。 啊! 这是什么? 是人群来欢迎我了,为思你,在通向广场的所有街道上,都有人向我的太空船冲过来,我是被欢迎的。 啊! 不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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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泪, 並連條一樣,他們的眼中,犯著死氣,啊!土星已被這群怪物尖領了。 不!不! 這群怪物是不可能尖領土星的,他們越來越多,他們全是白癡,只知道一個對一個傻笑,我的天,我的天! 他們是人,是土星人,是我的同類,是土星人。我應出來了,哪個爬在我們國家帝造者的金屬像上的,是首都市長,他是一個莊嚴的學者,但這是他不如一指喉指,我回來作襲摩! 我回來作襲摩! 衛斯里,你說得對,土星人全是疲劣的小人! 荒天不斷地喘著氣! 在我離開土星的時候,便已經知道,七個國家幾乎在同時,都發明了一種厲害的武器,土星尚是沒有戰爭的,但是對毀滅性武器的研究。 卻又不為餘力,那種武器,能破壞人的腦部組織,使人變為白癡,而且使人的生理形態,迅速地發生變化。 荒天的聲音越來越沉重。 但是因為這種毀滅性武器,即使是試制的話,如果試驗的次數多了,也會引起如同時用同樣惡果。 所以七個國家之間,定下了協定,大家都不准製造,可視,現在,現在。 荒天在烏煙著。 現在顯然是誰也沒有遵守哪個協定,每個國家都在暗中試制,土星的空氣變了,土星人變了,變得了還不如完喉的白癡,變成了怪物。 為師,我怎麼扮?我回來幹什麼?我回來幹什麼? 荒天在聲西力揭地呼叫著。 这不是我的家乡,这不是我的家乡在哪里,我的家乡,我可爱的家乡。 方天的话显然还没有讲完,但是通讯以上的红灯,宿地昔灭,他的声音在也听不到了。 我退后一步,坐倒在沙发上。我不知道方天的结果如何,他或许是又使着太空船,直飞向无边无际的太空,再去寻找他失去了的家乡, 或者他步出太空船,再以变了质的空气影响下,他也变成那样的怪物。 或者,他会在那群白痴的攻击中,连人带太空船,一起毁灭。 或者,我没有法子推测下去,因为土星利地球实在太远了,可不是吗? 强烈的贵后风依时吹道,驱散了农墓。 没有人知道这长农墓的由来,我和小纳,也离开了基地,他要回欧洲去,我则回家来。 每逢晴朗的夜晚,我总要仰手向漆黑的天上,看上半响。 我无法在十脈火星星中找出土星来,我只是在想,方天究竟怎样了? 有着高度文明的土星人,自己毁灭了自己,地球人会不会报土星人的后尘呢? 我这样呆呆地站着,每每直到天明。 大学习近平 二少年